随着中国大运河丝绸之路,先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,十三朝古都洛阳一天收获两项世界文化遗产。 作为万里丝绸之路和中国大运河唯一的交汇城市,古都洛阳再次聚焦世界目光。 在中国大运河项目中,洛阳有寒家舱遗址,回落舱遗址入列,这两座大型皇家粮舱遗址,排列有序,规模宏大,有力印证了隋唐大运河保障重大军事行动和经济开拓的重要功能。 在丝绸之路项目中,洛阳一城一门一关,即捍卫洛阳城遗址,隋唐洛阳城定顶门遗址,新安汉寒谷关遗址,三处遗址是从丝绸之路从开通、发展到繁荣、鼎盛时期的重要载体和典型代表。 中国大运河丝绸之路深移工作启动以来,洛阳克服重重困难,圆满完成唯物维修,展示利用、环境整治的各项深移准备工作。 至此,洛阳已拥有龙门石窟、大运河、丝绸之路三项世界文化遗产。 一条是连接东西文明的丝绸之路,一条是贯通中国南北水路交通的大运河。 在河南有了交集,大运河河南段以丝绸之路河南段成为世界遗产,使洛阳市成为中国唯一同时成功申报两项世界遗产的城市。 至此,河南省共有大运河河南段,丝绸之路河南段,洛阳龙门石窟,安阳殷墟,登峰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,五处世界遗产。 新华社记者江亮郑州报道。